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 中国海警局成立以来 海警的装备持续更新 在以往的执法过程中发现 海警船吨位的大小在实际操作中有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我国也建造了超大吨位的海警船2901号和3901号 二者也一度被国外媒体称为怪物 它装备有76毫米舰炮和30毫米宿舍炮 排水量高达1.2万吨 已经接近于055大型驱逐舰 甚至高于美国海军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巡逻船 两舰还装备有直升机平台和机库 可以指挥中小型海警船与直升机协同作战 这样的豪华装备有利于在远海执行长期任务 两舰也成为了我国海上维权的中流砥柱 除这两艘怪物机的巨舰之外 随着解放军海军装备的快速发展 部分状态较好的老式军舰 在改造后也被移交海警部队使用 而中国海警自舰船制的发展也同样迅猛 两年内就新建了二十多艘大中性直发船 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 海警更是在四年内建造了三十八艘 一千吨以上的海警船 而我们之所以要建设这样一支极为强大的海警部队 原因自然也来自于我们的邻居 早在我们建设海警力量之前 日本海上保安厅 并已经拥有了大批所谓的执法船 日本海上保安厅 曾经一度是世界第二大专军式海上力量 至今仍保持有超过百余艘的庞大规模 可以说 日本海上保安厅对我过领海造成的直接威胁 甚至比海上自卫队更加直接紧迫 直到我们为海警装备了数艘大型船之后 才终于在海上的非武装争端中 扭转了局势 综上可见 海警对于保卫我国海上主权而言 可谓极为重要 我国也应该继续建设海警队伍 只有当我们的海军和海警 都能够位列世界顶尖行业之时 才能保卫中华民族的海上领土和国家主权 本期左右军事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